閃了眼十幾年了 回頭看 在衛銀行打工的日子 知不知道多開心 就是了 甚麼都不用煩 有甚麼事人哥頂了 都是我糟糕 如果不是那場火 衛銀行可能還會開到現在 提醒你做甚麼 過去了 算吧 算了 你們又可以算 但我真的忘記不了 如果不是我 一時操心大意 一把火燒了這間店 人哥就不會在我家天晚上跳下來 十幾年來 我經常發惡夢 我夢見我在店裡四處都是火 我拿起滅火筒上去救火 誰知這麼激烈也沒有反應 對不起,阿忠 甚麼對不起 其實滅火筒過了很久 姐夫叫我換了很多次 但我當是耳邊風沒聽她說 如果她換了 你可能會救色長火 對不起 關你甚麼事 我回到店裡 火都燒起了 我拿起滅火筒這麼小 就算有沒有過期 都救不了多少 就是了 那火筒就擺到沒雷工那麼遠 到處都沒有傢俬 一來一回 甚麼都燒光了 大家都別想了 已經過去了 對了,都晚了 我都要回去吃藥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你又沒有開車 你又不適合 阿彤適合適 你送我吧 我送你 對了… 那你先走了 好,那我收拾一些東西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先走了… 不就先走了 好,再見 我去廁所,你等我吧 我們之前一直都在說 跟著錦你找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跟你爸爸有關 原來連那幅錦你圖 都是跟你爸爸有關的 只不過是爸爸拿那幅錦 去拿去做鑑定 也不是甚麼特別的 那倒是 怎麼了? 那你見不到嗎? 見到甚麼? 似乎是火屎的那幅錦 沒有,哪裡有 還是只有你一個看到的? 似乎是那個VP過來的 去看看 怎麼樣… 那些火屎從哪兒飄過來的? 在前面 前面… 前面在哪裡? 阿信,你把火燭捉了 聽阿伯 不要 讓我進去 阿信,小心 阿信 我找你在哪裡? 阿信,阿信,我去樓上 阿信 阿信,我去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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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樓上 你見甚麼?樓媽,沒事吧 我扭著這隻腳走不了 快點救我 還沒 快點 可怕 坦白,坦白 克強,坦白 小心 ату 我不客氣 punkt 尉 還有阿忠在這裡暈倒, 救了他 好, 走吧 阿忠, 起來阿忠, 衝吧 阿忠, 起來 走吧, 老闆 不行, 你救了阿忠才走 我先送你出去, 再想辦法 阿忠, 阿忠, 阿忠在那裡 你先上去, 先上去 好 阿忠, 阿忠, 走 死我, 阿忠, 幫忙… 阿忠, 阿忠, 有些事我想弄清楚 進來再說 這麼晚找我, 有什麼事? 我想問 李先生是不是零六年年中過世? 是呀 因為李先生過世 令你家裡有一段時間經濟困難 我沒說錯 你想問什麼? 我想說 你當日根本就好等千世 就算你以為這幅畫是假的 事後連問也不問, 根本就不可能 那幅畫可能值幾百, 可能值幾千 可能一毛錢也不值 但是你這麼等錢花, 事後都不過問 根本就說不通 好, 我給了一幅畫給你爸爸做鑑定 沒多久他就死了, 怎麼問? 你說謊 我爸爸的本筆記簿明明寫著 是零六年八月三日收穫 我爸爸是八月十三日死 前後足足十天, 不然你說得那麼短時間 伯母, 你是不是有什麼騙著我? 好, 既然你這麼想知道 我就不怕告訴你事實 怎麼樣?值多少? 這個價格 不是吧?值這麼少?我可不可以比高一點? 李太太, 要價不低了 最高我沒有錢賺的 韋先生, 我不怕老實告訴你 我真的很等錢花, 你盡量幫幫我吧 李太太, 我就很難做了 這樣吧, 看看姦哥有什麼適合的 值錢的你拿走吧 李太太, 這張春光錦理圖 是不是白衣生的真跡? 我不知道, 這幅畫是我先生的 很值錢的嗎? 如果是真跡, 值錢 你想不想我幫你拿去被人鑑定一下? 好啊, 那我麻煩你 我等你消息一下 好, 謝謝… 李太太 什麼? 其他數還可以拖, 但這條不行 這兩天一定要還他 這個戶口是四百多萬 是他自己炒股票輸了的 為什麼要我們還? 李先生生前跟很多低限的 走得好 公司有很多戶口都是跟江湖中人開 其實是幫我們洗黑錢 這個戶口那個龍哥不是人敢賺的 李先生之前幫我們投資輸了 就算李先生人家過失 他也不會放過我們 四百多萬? 我所有值錢的東西已經賣光了 我去哪裡有四百多萬? 我去哪裡有四百多萬? 四百萬,那就好了,你夠了我一命 麻煩你幫我快點放掉 但不好意思,你找我另一間可能要 因為鑑定專家說 你這張應該是老鼠貨 我們不可以幫你放 老鼠貨?那不要緊 你拿給我,我找人放吧 那我明天拿上來給你,好嗎? 謝謝,阿慧珊 麻煩你這件事不要跟人家說 對不起,我店頭火燭,你的畫燒了 你說什麼?你燒了我的畫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你知道我,我等錢花的嘛 你現在給我燒了我的畫 對不起,李太太 你騙我的,你想謀我的畫 你不是燒了它,是不是? 我怎麼會這樣做呢? 如果我真的想騙你的畫 我就不告訴你值那麼多錢 那是嗎?你有沒有跟警察說 覆畫這件事? 你叫我不要談談嘛 覆畫是老鼠貨,我怎麼說呢? 好,那你現在要賠錢給我 你說過,覆畫值四、五百萬 那現在四百萬,你賠給我? 我店頭燒了 你現在欠很多貨主錢 我四周撲錢,我給你這麼多錢 我不管,總之你要賠錢給我 我不管,搶人,你就賠錢給我 誰不知你爸爸跑去跳樓 一幅幼稚他也沒有還給我 我也差點想死 我一個小女孩子 熬得多辛苦才熬得過你 你這麼說,就是你逼死我爸爸? 是你弄得他走投亡,弄得他跳樓 你這麼說,你怎麼能賠錢給我? 賣了一幅畫,可以還錢給別人 要不然我十五年前已經賣了 說不賣就不賣 唯得信,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別這樣,我們全都為了你 都覺得很辛苦